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由我和大家一起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个过程 我们在先整体把握这一阶段 讲到我们的Android上进行应用选择开发的三个特点 第一,应用程序使用一系列组件构成 第二,Intent把独立的应用程序组件在运行的时候反正起来协定工作 第三,Android提供了丰富的API给我们使用 机器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们当时在讲这节课的时候 这个顺序不是这样的 这个三其实是在我们这个位置 这里我做一点说明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设计的内容一面比较广 现在只是大纲给确定下来了 所以说在具体的roach过程中 或者内容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一些小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也是为了让内容更适合我们学习的一个正常的思路 比如说我们在具体学习这一阶段 我们的三个主题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三个顺序 第一个应用程序有系列作件的时候 我们对应在我们的APP components和它的callback 然后我们的Intent把独立的应用程序组件在运行的时候 把面写就对应在我们的Intent activity components 然后我们的提供Api就对应到我们的GDP的 至于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特点反对的提供了 通过API给我们从之前的第一个放到了第三个 这个后来我就想了想 觉得这个特点呢相对来说更基础一些 所以说暂时就把它放到了我们的最后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一下APP components和它的callback相关内容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Intent和Activity components 首先看一下Intent的拼命 这是谷歌的官网图处的 Intent就是一个消息的对象 什么是对象呢 我们可以用来请求另一个应用程序组件去执行这个动作 然后Intent的分类 Intent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我们的Explicate Intent 也就是我们明确的Intent 第二类我们的Implicate Intent 就是不明明的不明确的含蓄的这种Intent 什么是明确的Intent呢 也就是指定了我们要启动的组件的名字 这里说到我们通常来说使用一个明确的Intent 来启动一个组件 是不在我们自己的APP中去使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类的具体的名字 这个是一个实例 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把这个类的名字 传入我们Intent的扣扫反处来指定 第二类Implicate Intent 也就是我们不明确的Int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去指定一个组件的名字 但是相反的 我们去新的一个通用的 需要执行的一个动作 来让我们另外的应用程序组件去处理它 比如说我们想要在低头上显示一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不严密的Intent 然后去请求另外一个可以处理这项请求的APP的组件 去在低头上显示这个位置 下面是一个代码实例 在这里呢 我们新建一个先用出来的一个Intent 然后通过SetAction 把我们想要它去处理的这个动作 去给设置下去 第三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Intent 可以包含的一些信息 这里直接去官网看一下 我们处理的 我们处理的 Api Gate Visual Components 这里边有Intent 和Intent Builder的相关内容介绍 可以包含的信息呢 这里有些说明 ThePrimaryInformation Contained inIntent 也叫Forey 有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Component 我们的组件名称 也就是我们要启动的组件的名字 这里有说到呢 我们可以通过SetComponent 然后SetClass SetClassName 或者通过我们的Intent的 构策函数 把这个组件的名称给 传递进去 刚才我们这里的代码实例 就是通过我们Intent的 构策函数 把我们要启动的 Components 就是我们启动的组件的名称给 传递进去 另外我们的AX 也就是我们指定的一个通用的动作 要让我们的目标的目标组件去执行的 比如说去查看或者是捡起 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指定的AX 通过SetAX 或者是直接通过我们的Intent的Constructor 也就是我们的构刀函数 还有我们的Data Data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URI 指向一个数据的URI 和它的数据的类型 那我们可以通过SetData 和SetType 来指定我们Intent里边 所包含的Data 以及Data的Type 或者呢 我们可以去通过SetData 和Type 去同时指定我们的Data和Type 还有我们的Category 类别 什么是类别呢 就是一个磁波串 它包含了一些另外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是关于什么类的 哪一类的组件 需要来处理这个Intent 这里有个说明 我们大多数的Intent呢 并不需要一个类别 如果我们要修改这个信息 可以通过AtCategory这个函数 去把它设置一下 下面我们的Extra 也就是我们的建制队 然后这个建制队呢 就是包含了完成这个需要的动作 所需要的一些另外的信息 同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PutExtra这个函数 来设置我们建制队所包含的信息 最后我们的Flag 这个呢可以通过SetFlag 的函数去上去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Intent是怎么在运行的时候 把我们独立的应用程序组件 可以结合到一块的 也就是我们的Activity Components 我们的用程序组件激活 这里 过往上是有这样一个说明 对于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组件呢 它有几个分别的函数来去实现 首先对于我们的Activity 我们要启动一个Activity呢 就可以传递一个Intent 给我们的StartActivity 或者是我们的StartActivity forResult 这两个什么区别呢 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个Activity 返回一个结果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调这个StartActivity forResult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返回一个结果呢 我们直接调用StartActivity就可以了 第二类呢也就是我们的Service 我们怎么去启动一个Service呢 我们可以传递一个Intent 给我们的StartService 或者我们想跟一个Service绑定起来呢 就可以传递一个Intent 给我们的Band Service StartAct Service和我们的Band Service 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们的Start Service 只是去启动一个服务 然后它就不管了 我们服务执行完的时候呢 我自己会自己把自己给结束掉 而我们的Band Service呢 它首先会去启动一个Service 然后把我们的Service和我们启动它这个组件 比如说我们的Activity会绑定起来 然后它们两个就可以去交互 第三类我们的Broadcast Receiver 我们怎么去启动我们的Broadcast Receiver呢 同样传递一个Intent 给我们的Send Broadcast Send Other Broadcast 或者是我们的Send Sticky Broadcast 我们的第四类我们的Content Provider 这个和我们前三个有稍稍有些不同 这个的启动呢 并不是通过我们的Intent 而是直接通过调用我们Content Receiver上面的Query 就会相应的执行到我们的Content Provider里面的Query 从而会把我们的Content Provider启动 下面结合的例子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子我们上节课已经看过 它里面我们是通过继承我们的Activity Service 这些机类 然后去塑盖它里面的Uncreate等等 这些生命周期Coreback函数 实现了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用程序组件 然后呢 在我们的Main Activity里面呢 看一下我们Main Activity 我们有四个Button按钮 中间是Start Second Activity Query Provider Service Send Service Broadcast 这四个Button呢 我们相应的都给它收置了一个点击事件的监听 比如说这个 这个Button被按下的时候呢 也会相应的调用到我们Main Activity里面的Corey Provider这个函数 这个Button呢 它被按下的时候 相应的也会去调到我们Main Activity里面的Star Service 这函数 这几个Button 这几个Button 这是我们的Star Activity 这是我们的Send Broadcast 相应的 就是我们Main Activity里面的 Star Activity Star Service Send Broadcast Query Provider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的效果 这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点一下我们的Stop Second Activity 这个按钮 然后呢 就来到我们的第二个Activity 这里 传递了一条消息过来 并把它显示一下 I have come to the Second Activity 同样的 我们返回一下 再点击一下我们的Start Service 然后 下方会还出来一个消息 Service Done 就是我们的Service启动完之后 它就会谈出来一个消息 它已经资讯完了 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的Send Broadcast 点一下这个呢 在我们的 这个通知栏 就会谈出来一条消息 Hello from Main Activity 又把我们的 这几个相应的 基金一的应用程序组件 给启动了 这个我们 在上节课也看过 那我们现在就 具体看一下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它这个 我执行的函数 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来把我们的应用程序组件 给启动起来呢 首先我们的 看一下我们 怎么启动一个Activity 我们这里呢 New一个Intent 并去指定了我们 这个 要启动的 程序组件的名字 就是我们的 Second Activity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 putAxtra 去设置了一下 我们Intent 相关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是把我们的 这条消息 给设置到我们的 Intent里面 然后呢 通过 用我们的 Start Activity 把这个 我们New的 这个Intent 传递进去 这样 我们系统 会 就会把我们 要启动的 目标的 Activity 中的 Second Activity 给启动了 所以我们 在讲Intent的时候呢 讲过 我们Intent 可以设置的属性 有哪些呢 我们的Action 我们的Beta 我们的Type 等等 如果有需要呢 就是可以通过 类似这样的方式 去设置一下 我们的Intent 中包含的内容 那看一下 我们的Service 是怎么被启动呢 同样 首先 用一个Intent 然后 把我们New的Intent 呢 传递给我们的 Start Service 那我们呢 Botcast呢 同样的 先用一个Intent 然后呢 去设置一下 我们这个Intent 所包含的内容 这里呢 就是设置一下 我们的Action 然后呢 把我们的Intent 传递给我们的Send Botcast 执行到这里 最终就可以 把我们 Botcast Receiver呢 启动起来 这个我们的Query Provider 这里不是通过Intent 起来的 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关注它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激活一个应用程序组件的步骤 有三步 第一步呢 我们发送一个Intent的高度系统 我们想要启动一个什么样的组件 然后呢 我们的系统 就会根据Intent中的条件 找到我们合适的组件 Intent中的什么条件呢 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我们的Component Name 我们的Action Beta 我们的Gata Type 我们的Extra信息等等 我们的系统呢 就会根据我们设置的 Intent中的这些信息 去匹配到相应的组件 这里呢 有一个 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 我们可以匹匹的组件布置一个呢 我们的系统 就会把它列出来 我们去选择 我们再看一下 像我们的在start 另外一个Active的时候呢 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的这个startActive 和我们的这个startActive 虽然名字一样呢 大家要分清楚一下 这两个并不是一个东西 又有什么呢 它们的参数类型 和返回值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自定义的startActive 是在我们的 UI 是给我们UI的这个按钮 设置的一个点击事件的监听 然后如果说有按钮按下的时候呢 系统就会再用到我们在这里 定义的startActive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startActive呢 是我们的系统提供给我们的一个API 然后让我们去通过它启动另外一个Active 对不对 在这个代码呢 现在我们是直接指定了我们要启动的Active的名字 首先呢 我们可以不去指定它的名字 我们来 我们来使用一个 implicateIntent 也就是我们不言名的 不指定程序 用程序组件名字的Intent 我们不指定 它的名字呢 我们就要设定一下 它这个Action 就是我们目标的 要启动的Active 需要处理的动作 这里呢 我们就设成一个ActionStand 然后我们通过 SendIntent的PostActive 同样的也是设置一下我们这个信息 把它传递给我们的目标Active 这里还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 数据的类型 是我们的Text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 运行起来之后呢 还是我们这样 这时候我们再点击一下我们的 Start SecondActive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盘出来了一个列表 为什么会有一个列表呢 因为这里 我们只是指定了我们这个Intent 想要启动的目标程序 它的处理的动作类型呢 就是我们的Send 只要满足 这个条件 它就会把我们这些满足条件的应用程序给列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这个Message 进入就是我们的信息 然后呢 就会把我们的信息 这个启动起来 同样把我们在这里设置的一条信息可以给传递过来 我们就可以去编辑一条短信 去加一个联系人给它发动出去 这里是说了一下 如果我们的系统 同时找到了很多个可以满足我们Intent中所指定的条件的 可能到时候 是怎么去处理的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找到之后呢 就会把我们这个Intent的 呃 匹配的component呢 给我们启动起来 然后 把我们传递到Intent 同时传递给我们的目标组件 这边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图呢 是我从官网上找到的 呃 这里呢 只是以我们的Activity为例 是怎么从我们的ActivityA 启动我们的ActivityB 这里呢 这里呢 通过我们的ActivityA呢 通过我们的StartActivity 传递了一个Intent 然后到我们的Android的System 然后我们的Android的System呢 就会根据我们传递过来的这个Intent 去找到一个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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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之后呢 它通过调用我们这个目标 ActivityA里面的Uncreate 然后把我们要启动的这个ActivityB 给启动起来 同时呢 它会把我们的Intent 再给传递过来 这是Activity 对于Service PodcastReceiver呢 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首先 在我们自己的Component 我们自己的组件里边 传递一个Intent 到我们的系统 我们系统呢 去根据我们的Intent 找到一个合适的组件 然后去把我们这个组件给启动 并把我们的Intent呢 传递给它 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呢 看起来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干嘛 第二个干嘛 第三个干嘛 但是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其中有两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我们的Activity Service等等 这些组件 是我们自己写的 而我们的安卓系统呢 是我们不够写的 而且我们的系统呢 安卓框架很早就写好了 但是我们的组件呢 是我们刚刚自己写的 那我们的系统怎么知道 我们刚刚写了这么几个应用程序的组件呢 也就是 也就是 两个问题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系统是Google写的 我们的程序的组件呢 是我们刚写的 那我们的系统是怎么 怎么知道我们写了这么几个组件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这里有说到 我们的系统呢 根据我们Intent之中的条件 然后去找到我们的Intent 我们的component了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的这几个组件 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呢 就是我们的系统 怎么知道我们写的组件 可以去处理什么类型的请求呢 这里我们 我们的AndroidManifest就派上用场了 首先 我们之前也说到了 我们的AndroidManifest 我们每写一个自己的制定组件呢 我们都要在我们的Manifest里面 去声明一下 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MainActivity 我们就要在这里去声明一下 我们写了一个SecondActivity 我们就要在这里声明一下 我们写了一个MyService呢 我们也要在这里声明一下 同样的 我们的BroadcastReceiver 我们的ContentProvider 我们的官网也说了 在我们的安卓系统 可以去启动一个应用程序组件的制器栏 它必须知道 这个程序组件的存在 通过什么知道的存在呢 就通过读一下我们应用程序的AndroidManifest.xml 这个文件 所以说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为什么我们每写一个应用程序组件 都要在我们的AndroidManifest.xml 文件里面去声明它 因为只有我们声明了 然后我们的Android系统才会去知道 我们现在去写了这么样一个组件 知道了我们的系统怎么去知道 我们写了这么样一个组件呢 那相对来说 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系统怎么知道我们写的组件 可以去处理什么类型的Intent 也就是我们的请求 也很简单了 我们在声明我们的应用程序组件的时候呢 另外加了一个元素 Intent Builder 在这里 我们去写一下我们这个 程序组件可以去响应的Intent的类型 有三个可以设置的 Action Category Data 正好注意到我们的Intent里面 可以去包含到消息类型 还记得我们讲过的 我们Intent可以去设置哪些 哪些内容吗 我们的ComponentName Action Data Category 我们在 我们在 新建 New一个Intent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 这个 这些相应的信息 根据我们的需要 去设置到我们的Intent里面 然后发送给系统 然后我们的系统呢 根据我们 发送给它的Intent 然后 去和我们在 Manifest文件里面 声明的这些 去做一个匹配 如果匹配到了 它就 就说明这个 我们的Component 就是可以去显应这个请求 然后 又会把 对应的我们的组件给启动起来